我最近收到粉丝的题材心愿 想听在床上面可以说哪些话 让女生更加投入 更加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那今天呢我就从我自己的 亲身经验 来跟大家献身说法一下 到底哪些话可以提高 女生的情欲 信誉 让她这个快感更加足够呢 提出这个题材的几位粉丝 欢迎在留言区来认领一下哦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那每次在床上面交流的话 如果只有肉体的碰撞 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的 就你只可以听到什么水声 然后拍手的声音 肉体碰撞的声音 久了之后就会有一点无趣 因为两个人在床上互动 本身就是触觉听觉 嗅觉各种觉加在一起 各种感官加在一起的一场运动 那所以我其实还是蛮鼓励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可以在床上面勇敢地去表达 自己想要说的话的 配合着对方的交传 你的交传 就对方双方都可以更加的 配合得更好 更加卖力 也没有必要感觉到非常的羞耻 不过呢 说什么其实很重要的 我并不太喜欢太粗俗的话 会有一点倒胃口 而且会觉得对方并不尊重我 或者是有一些很傻的话 明明是很性感 很这种激情的氛围 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很傻的话 就会让你觉得很好笑 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所以也需要把握好尺度的同时呢 实现自我的释放 今天就来跟你们说几个禁区 就要比较小心处理一点的那些话 还有呢就是女生会比较喜欢听到的 或者男生也比较喜欢听到的一些话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因为我的影片经常会被黄标 是完全没有任何盈利的 所以呢 你的订阅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我现在已经开通了会员的频道 那每个月只需要一杯奶茶的钱 就可以获得各种的会员福利 比如今天这支视频之后呢 我就会来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衣服 你应该没有见过吧 而且就怎么样可以穿得更加性感一点 每个月只需要一杯奶茶的钱哦 快来加入吧 首先说一些错误的示范啊 我知道有一些男生 他在床上面喜欢对方叫他爸爸 或者是daddy 那我也问过中外的男性 还挺多男性有这种倾向的 我个人会比较反感这种方式 那我觉得除非那些女性 他是真的有恋父亲节 或者是他有sm的倾向的 他可能会觉得叫daddy这个词 还挺享受的 或者是还挺性感的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子的女生 就完全不喜欢 就会觉得非常的呃很奇怪 所以你在之前一定是要沟通好的 或者是旁敲侧击 你会发现这个女生 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 有比较特殊的癖好 他是愿意在床上面叫daddy这种称呼的 那你就可以在床上面进行 另外我也不喜欢用操或者是abc中间这个字母b或者是小动物狗来形容女性 或者是就在床上面用这种话语来称呼女性 我个人是觉得这方面的称呼这方面的话语会太过粗俗 我虽然也明白说两个人在床上面的事情本身就是非常私密的 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动物性的 他就是有一点粗俗的 你不粗俗的话 一个不粗俗的性是没有任何乐趣可言的 就太过文雅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几个词依然是我自己无法接受的 那我也看过一些心理方面的资料 就是母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这个感官会更加强烈 所以如果这些词尤其是前面两个词 第三个词我依然是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前面两个词 如果是讲英文的f词跟p这个词的话 我其实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用中文我就完全无法接受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可能会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越说这种词她就越兴奋 那这个也是需要你们双方去沟通的 我只是觉得大部分女性 像我这样子会比较难接受这样子的称呼而已 有些男生还喜欢在过程当中说我爱你 这个词真的对于我来是一个大大大大的red flag 这真的不会让女性感到兴奋 反而会非常的困惑 那你为什么不在平时说这个话 而是要等到在床上面才可以说出来呢 所以如果男生你真的想要说这个词 你就在平时把它说出来 你在平时说过了 然后再在床上面去说这个词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在平时是完全没有提过爱这个词的 那你就不要再在床上面去说 这样子的话就会让女性觉得 就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 就会非常的困惑 所以这个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区 我觉得我的接受程度还是挺高的 那我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的 没有太大心理包袱的 你就可以直接说出来的 你就可以说比如对方在这个体位的时候做得非常棒 或者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爽 你就可以说 我没错就是这里不要停 就是这样子继续 不确定别人是什么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这句话还是挺好说出口的 我就可以这样随便说出来 但是呢非常可惜 就能够说出来的机会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男性们还是要多多努力一下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男性你说这句话 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非常受用的 就会让女性觉得自己在床上面 就让对方也非常满足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面的很大的满足嘛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你想要什么 比如你可以说 我想让你坐在我上面 或者是我想让你坐在我上面动 或者是我想要从旁边来 就你表达你自己想要对方做什么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对对方做什么 这种我其实我也会说 我自己也会说 就会说 我想要在上面 或者之类的 那从对方的反馈来说呢 其实男生听到这种话 他也会觉得很爽 他也会非常乐意 就更加乐意为你笑了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是 表达自己性癖好的一种非常好的时机 就比如有一些女性 她可能有一点SM的倾效 她就会喜欢男的掐脖子 我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但是有一些女性她就会喜欢嘛 所以你其实在这种时候 你就可以表达说 我想要你 就掐我脖子 怎么样的 或者是打屁股 那男性你又是这种性癖好玩 你也在这种时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 稍微进阶一点的就是赞美了 那其实也是分比较简单的 跟稍微高级一点的 简单的你可以说 你好可爱 你好性感 这些话对于男生来说 说出来应该没有任何的障碍吧 除非你是一块石头 不然的话真的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就是完全可以说出口的 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那比较稍微厉害一点的男生 你可以夸赞女性的身体 比如胸部 比如性器官 你在平时的时候 就如果你们两个关系 已经比较亲密了 那你在平时可能也会夸 女性的胸部很美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到床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稍微粗俗一点的话语 对她进行夸她的胸部 以此来表达就同样的意思 只是说这个言语会稍微粗俗一点 或者是夸她的性器官 那大家非常熟悉的 比如很湿很紧 这种话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出来了 如果你是从赞美的角度 非常难说出口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句实 我教大家一个句实 就我很喜欢 加上你要夸的内容 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容易说出口一点吧 也会让对方非常的兴奋 比如你说 我很喜欢你这么湿 这一句话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还算比较受用的 再进阶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说 你的身体真的让我好兴奋 你真的让我非常的想要之类的 其实总结下来呢 在床上面讲 骚话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勇于表达和勇于沟通 你这样子才可以知道对方的底线 或者对方的喜好在哪里 那我自己其实你们总结下来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非常喜欢带一点情感 再加上一点点粗俗的话 就不要全部都是粗俗的话 但是也不要全部都是情感的话 这样子两者结合的话就具有一种调皮调情的感觉 会让我在床上面感觉非常的良好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不一定是我以上所说的话语啊 可能是也是这类组合的 就是带一点点情感 但是又带一点点粗俗 两者结合起来就会让对方女生感觉非常的好 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快感的享受 也可以提高她的信誉 那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对你们有用哦 那如果提出任何这个题材心愿的粉丝 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告诉我 对你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那如果你们也想要提出任何的题材心愿的话 欢迎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你就可以这样子获得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嘛 拜拜